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tree 所以有没有像那个element tree 就是说这个树 那树的话你要怎么去找 把那个树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所以我们待会会用一个get root 就是抓到这个根之后 然后把这个根底下的每一个 所以也是要写一个回圈 就用for回圈 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 这个root这个根底下的所有的这个什么data 那我就把每一个每一个data里面的资料 逐个逐个抓到之后 再抓到它里面的value 那我就把这个value 如果我要把它变csv的话 一样把value抓过来 然后串接逗点 一个串接逗点 然后最后串一个换行符号 然后最后一样什么 串完之后写到一个变数 并且把它write出去 这样就存好挡 后面其实也蛮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element tree 这个地方把它 所以其实基本上可以把它两个拼凑在一起 前面是先input request 然后再用fromxml的套件 里面的 还有一个直套件 所以它这两个都是套件 的这个module 因为这个module特别长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把它取个别名 但如果你不取别名的话 你后面 如果你没有s的话 你后面这个地方就用全名就好了 其实也一样 只是说以后如果说你要常常用到它 你可以把它取个别名 看起来程式会比较清爽一点点 好那再来的话 上面这一段是下载 所以下载存档只有四行 其实只有四行程式 有没有就是get 然后把它存成那个xml ok write出去 然后再来下一阶段就是什么 我们已经存好这个档 然后我用什么 用element tree里面的一个pass的方法 然后我就是把那个档案 ok 这个档案一定要放在一样的位置 你不能说这个放A 这个放B 当然一定抓不到 所以一样的位置 我就把它get到了 然后抓到之后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丢到一个变数里面 叫做tree ok tree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把它想到xml 其实是一颗树 那树的话呢 我要先装到根 有没有 根的话实际上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就是最上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根 root 所以我就get root之后 后面data就可以抓到了 所以我就是用一个tree的变数 然后tree的变数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get root 取得它的根 把它的根 有点像整个把它挖起来了 全部就放在一个变数里面了 这个变数名称的话叫root 这个名称你也可以取别的 不过root 我们大概就用这个名称 这个root里面的话 当然将来我要输出成一个csv 而且我刚刚 那个Jason开头没有加 那个什么栏位名称 不过我现在加了 测在名称 现在是名称 OK换行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用什么 把这个root 有没有 这个root里面前面加一个for each的叙数 for each data 他这个root里面的每一个data 我就逐一逐一个把它抓出来 放在data这个变数里面 OK 所以他基本上会先抓哪一个 会先抓这一个 把这个抓出来 那我要怎么抓到这个里面的资料呢 其实非常简单 在data点有个方法叫find find他的tag标签 然后呢 把他这个tag标签里面的data 把他的test抓过来 所以这样子抓过来的话 基本上就会抓到什么 抓到轮背这两个字 OK 这是方法一 但是方法二我好像比较推荐 为什么 因为这样叙数好像很长 对不对 其实方法二 你可以另外一招 就不要写这么多 写一个中瓜阿虎林就可以了 中瓜阿虎林意思说 在data里面的第一个标签 里面的资料的意思 OK 他是算 算第几个算下来 不是用刚刚的find 所以 当然你们可以视情况 去决定说你要不要去找 如果说你要的是全部的资料 那你就01234 01234固定 但是如果你要的 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两个栏位 可能他的栏位可能几十个吧 那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两 像那个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Uby Uby的那个 网路的开放资料 他栏位数好像二十几个吧 可是实际上我要知道说 到底那个站有没有车子 其实就只其中一个栏位就好了 那你不需要说把二十几个栏位 全部都抓下来处理 你只需要什么 处理其中一两个栏位的话 那你可以用find 哪一个标签 就哪一栏的资料 帮我抓下来就好了 你就不要说一下抓一大堆 所以两个方法都记一下 所以我在云端上两个方法都有写 至于说怎么用 你们就领活弹性的去使用吧 不过感觉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 有没有 那如果你不用find哪一个标签 你刚才用算哪一个也可以 比如说他刚好那个 他的那个位置是 刚好那个 有没有车子那一栏 那第七栏 那你就输入六就好了 也可以啦 OK 所以有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偷栏型的 所以我通常就算第几个 我像刚刚那个复杂的 我通通会想要把他忘记 但是也不能完全忘记 如果图栏需要知道的时候 我的云端白板上面 我也可以马上找得到 你不能就好像真的把他忘记 你需要的时候你要找 有的时候为了要找那个keyword 你可能Google半天还是找不到 所以最好是需要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得到 你不能就真的把他忘记 我在这边提供我会参考一下 那一样把这些的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 后面好像记得不能省这个.test 意象中 其实我很满想要把这个.test 把它忽略掉的 但是我不确定如果忽略掉会不会失败 如果可以忽略掉的话 那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个.test拿掉 那一样把一个萝卜油坑丢进去 最后一样把它做print 并且把它写到一个档案 就是write.csv 然后这个不用replace 其实就把它write出去就好了 因为我前面我范例本来都是用table 我直接把它write出去 OK 直接执行一下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看到结果 就会是把这个 write.csv 那这边有这个打开来 那也就是看到结果 也就是我们要的 它上面多一个栏位名称 其他都跟刚刚Jason差不多 OK 那可以看到 每个侧站的资料大概就有下来 不过目前看起来 数字比较难看 反而是 奇怪 我本来预期应该是在南部 不过看起来好像 对 南部也是 桃园 桃园反而比较云林 好像反而中南部 pn2.5的危险因子 还有这个桃园反而更高 南图不是山很多吗 怎么还20 所以这些资料都可以观察一下 那当然你可以 经常性的把这些资料做分析 你就可以跑出图表出来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这些data 假设有粒子资料的话 其实也可以拿来做一些参考 一个季节里面哪一个季节 空气污染指数是最差的 那跟季节有没有关系 跟什么 这个什么季风 什么东北季风 西南季风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一些 做一些后续的研究 那就做一个分析 所以像之前有一组 就是其他地方专题 也有人做什么 PN2.5跟台电的发电的那个 就是说用电量的关系 有没有因为发电量越大 而造成空污的这种 PN2.5的数值越严重的关系 OK 他等于把这些东西都套 所以他来源于行政院环保署 他就把他用爬通抓下来 另外台电也有历年来的那些data 他们台电也有开放 所以也可以去抓台电的资料 他分析下来之后发现 真的 如果用燃煤 真的对整个台湾的空污 是非常严重的 OK 所以也是可以 就是做一个类似的 这种 就是这个爬资料的列席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把XML的资料再转换成CSV 另外的话XML 其实也可以把它转到资料库 只是说这个我想请各位自行再列席吧 因为这个方法跟前面 做过的其实都雷同 不过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把它丢资料库 一样要把它什么 再来就是把串列再串串列 就是又变成二维串列 有没有像刚刚列列3 然后就很快可以把它insert intro到你的资料表里面了 OK 然后用exqmany 直接把资料快速丢进去 这个部分的话 还是请各位再多多练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